出詩表總結一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繼續學習諸葛亮出詩表 大家已經學習完課文了 現在嘗試寫出全文的主旨 熟漢,建興五年,二二七年 諸葛亮上表說明不乏原因 表明自己的忠心之治 由規劍後主發奮圖強 親嚴軟小等等 充分表現出其中精衛覺的一片赤子之心 我們現在用來做一個總結 諸葛亮在表中對後主有什麼規劍 嘗試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文字 這個就是答案,大家對一度看暗 我們還是要來看壓離 再走到一個正確的線上 我們往後再進一ament 謝謝大家 還有我們沒有在做一個正確的線上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 在文章中,朱古倫多次提及先帝有什么用意呢? 我们可以讲讲课文有关的文字,加以分析吧 第一,先帝创业未伴,而中途昏在,那天下三分,亦周疲惫,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二城开张盛听,以光先帝为德,恢复自视之气,不宜妄自诽卑,忍欲失意,以失中间之路也 在这里提及先帝的用意就是 先帝的创业艰难,以及统一的志向激励后主可以奉佛图强,继成先帝的位置,复兴看失 第二,世宗,世宗,世宗,国有之费,为董运等,此佳良实,至累中旬,是以先帝,减拔以为帝下 在这里提及先帝有什么用意呢 在表中推荐这些文神,武藏是受到先帝的掌识,诸葛良以先帝的权威令后子顺服 三,亲言神,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言神,此后汉所以兴回兴徒也 先帝在时,每语神论此时,未尝不限食同行于行灵也 在这里提及先帝有什么用意呢 诸葛良以西汉及东汉的史士高阶后主,又提及先帝对汉云帝和汉灵帝不觉的感导探 是痛恨,即是请后主,不要要亲小人,否则面对不起先帝了 四,先帝不以臣卑鄙 三故神于草牢之中,之神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属许先帝以驱使,先帝之神謹慎 故临臨,故临臨寄臣以大事也,寿命以来,摄福幽探,恐托父不孝,以相先帝之名 当掌握,书三冠,不定中原,借揭,惊顿,让随奸孔,汉服,汉室,轻服汉室 还于旧都,此神所以报先帝以中帝下之即分也 这提及先帝有什么用呢?表明自己是受到先帝之意之恩,而先帝临死前又把国家大事交托给他 为了报答先帝,必定要终心辅助后主,以复兴汉室为即治 最后,诸葛伦虽然受先帝的托父,要辅助后主,但毕竟都是阻在身份 与后主有君臣私别,仍要避免冒犯君主之言 所以每进间一次都会出以先帝的名义,以免后主误回,以及小人的攻击 点赞,请募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